TYLighting, 指此一家, 絕無分店, 提防假務 歡迎WhatsApp 9205-3831 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個上門檢查維修供電系統的案例 這個客人住在杏花村, 但五年前光顧過我們買和安裝全屋的登據 就是不久之前,廚房有時傳出一些輕微的糯味, 當然不是煮菜的氣味 也試過調製, 客人擔心家裡供電系統有安全的隱患 客人想起我們TYLighting是基電處註冊電力承辦商 可以幫客人檢查家裡供電系統 客人WhatsApp 聯絡了我們公司, 決定要做一次深層檢查 包括傳統供電系統, 插鬚, 熱水爐, 焗爐, 單位外面的標纏鍵和流電測試 今次的家居供電系統檢查就是由Tommy師傅負責 Tommy師傅第一時間到家裡發現 客人的MCB上的貼籤原來是客人自己寫的 其實根據基電處的手則, 必須由當時安裝的電工寫上去 之後Tommy師傅用了大約5小時, 檢查全屋供電系統 發現9成以上都是合格的, 只是廚房抽氣線和廚房焗爐是有問題的 廚房的抽氣線是不應該使用燈制去管13A插鬚開關的 抽氣線是需要有獨立的開關, 而且需要直接接駁去漏電傳導器 我們馬上看看Tommy師傅即場的講解吧 不過事先聲明不要模仿片中的測試, 因為很危險 根據電力條例第406條, 一定要符合合資格持有有效電工牌照的人士 才可以做和電有關的檢查和測試 這個是開關燈制來的, 用來控制抽氣線 這樣就關閉了, 這樣就開啟了 現在三顆燈都開啟了, 依靠按鈕都可以 但這條燈的火線是由燈制給它 隔了後來至於門管律會進行主角的電源 但它是不能使用的 意思是, 它只是沒有運動電腦電腦的運動電腦 而是經了燈電腦的運動電腦 檢查到裡面的電腦線, 這個就是抽氣線 這樣做法其實不適合 但現在, 沒什麼即時的危點 線的粗度是1至1.5 有做保護導線 接線都沒有問題 這條藍色線 這條藍色線的意思是 它和燈線是相同一組的 所以你抽氣線的起動 電流有時回路會大 會令燈有機會閃一閃 有機會 可能閃的一刻你看不到 但它會有一下電流推掉 另外裸味原來是源自廚房的焗爐 估計當時安裝焗爐的師傅 沒有用適當的雙極接線梳 接線的時候也沒有穩固地把線接好 導致電線接點出現高溫 將原本的接線梳融解到變形 幸好客人及時發現得早 也有及早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置諸不利 極有可能會發生嚴重火災 完成全屋檢查及維修之後 我們會出一份WR1的表格 由本公司機電處 註冊電力承判商簽法 以及由持牌AO電工加簽 一式兩份 雙方保存5年 以便日後跟進及維修 如果大家發現 家裏任何電力器具有不正常的情況 不要猶豫 歡迎隨時WhatsApp 9205-3831報價查詢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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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